比賽已經完成了 冠軍我們誕生了 就是這個院長AC 他都說封了自己的Q 叫做EQ 你對這個比賽的結果 有沒有什麼想法或者感覺 主辦單位 首先這次的冠軍就是醫護院長AC 亞軍就是靈魂國際的首席插環和執行師shadow 貴軍就是Barry 這三位桌球的技術厲害 就沒用自已 就是AC 憑著自己冷靜 還有一個超卓的桌球技術 優勝過其他的選手 贏出這個比賽 而亞軍shadow 之前對上這個 柏洛的比賽 雖然一開始是落後 但也有一個大的心臟 憑著冷靜 最後反超前伯樂 這樣贏 然後來到這個亞軍賽 這樣 是啊 剛才對柏洛 他是大逆轉 因為柏洛一直都是大先 接著 阿瑟道可以追上來 他的確是一個物理學家 他真是度快位 到冠軍賽 他對AC的確 他很用慢 都差不多叮當碼頭 不過運氣就站在AC旁邊 所以AC 他憑著他那條EQ 就勝出 不過我覺得 Shadow也不錯 他剛才我接受 我訪問 他說 希望有第二屆 會捲土重來 重奪這個ShadowQ 拿到這個攻擊 ShadowQ 對 ShadowQ 希望你們車房 繼續可以 是的 你說 最重要 最重要 多謝各位參賽者 以及市民記者的參與 大家盡情期待 第二屆的場合比賽 可以趁這段空閒的時間 去練一練 大家的獨家Q 是 希望車房 是 希望車房 今次搞這個 這麼有意義的比賽 另外我們可以換成我們 星光大道這個 城市裏面的市民 對運動更加熱衷 我們希望下一屆 可以再成功舉辦 可以獎金更加優厚 獎品更加優厚 他們參與的程度更加高漲 多謝你接受我的訪問 希望來街我們再見 好 多謝你 拜拜 不用不用不用 好多謝拜拜 OK 各位繼續支持星光新聞 拜拜